3、2、1 喂, 怎麼了? 聽見嗎? 不要這麼大聲, 你小心點 因為今集的蠔客 它近年的風格很暗 你煮的東西不好吃的話 隨時將你一料八料 同歸於盡 不可以弄出零命 是啊 我只是拍攝節目 我的小朋友更小, 我老婆更亂 不要吧 那你聰明一點 快點請我嘉賓出來 我們有請今集的蠔客 他皮膚白, 但心底黑 不是, 是曲風黑時珍 他是高材生 憑著他的努力夢想 追尋他的音樂夢 唱出一首首的甜酸苦辣好歌 他不是蠔客 他是我們今集的蠔客 暗黑天后, 永宜 你好 你好 吃的也不肥, 或者曬的也不黑 吃的也不肥 為什麼不想黑? 曬的也不黑? 對 不是, 曬的也不黑也好 不是, 還是吃的也不肥 混渠唱泳還是混渠唱飲? 混渠唱飲 好像很像這樣 煮一頓飯給粉絲 還是替粉絲洗碗? 煮一頓飯給粉絲 因為粉絲 我煮什麼都會覺得好吃 應該 廚師比較帥氣還是髮型師? 髮型師比較帥氣 廚師也帥氣 對, 差點點點點 應該也能出生 是, 每天也要感覺 好像芯蠔、大利家 那時候很活躁 我話說 我全都喜歡 我來個一頓飯 所以我們來吃 我來吃美食 你吃美食 哪個吃美食 也吃美食 你吃美食 很濃的椰漿味 而且垃圾是配上垃圾的辣椒 但是很多在香港吃到的垃圾 都沒有附上很印象的垃圾辣椒 所以會令我失望 大家都對你很有疑團 到底Vincy是香港人還是新加坡人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你是不是在新加坡 所以你快點選我們這個疑團 我是在香港出生的 然後去了新加坡讀書 讀了很久 然後回到香港做歌手 所以人們覺得你是新加坡人 其實你想在香港出生 對… 所以你特別喜歡吃新加坡的美食 但是在香港從來吃不到 垃圾是我在新加坡很喜歡吃的東西 但是在香港 我想我只吃過一間 我覺得是近似的味道 因為那個調味會差一點 今天你不會吃到近似的 是否會超越… 會完全不像 然後有垃圾的想法 今天我們會做什麼呢 就會做一個蒸水蛋 然後上面就是龍蝦的垃圾 這麼有趣? 一吃到底部會有一個 蒸水蛋, 這麼神奇? 是的 我會看到龍蝦都做了 我們會用來烤腦的 這一根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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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 是一片而已, 請 盡情發洩吧, 榮兒 有暗黑的一面 小心一點 黑暗一點, 扭 你會不會扭傷手, 還是很害怕 我都用力氣 有汁爆出來 還要… 還要轉 還要轉 不要這樣彈上去 拉出來 拉出來 平衡地拔出來 如果弄壞了, 龍蝦都弄壞了 不會的, 不會的 不, 有免費的 重新推過你, 再拍歌 可以, 這個很漂亮 這個很棒, 吃得飽 吃得飽 Christian, 你事前處理龍蝦 你是不是已經煮熟了一點? 煮熟了多熟? 對… 其實我已經煮熟了四分鐘 你看到外面有一點點煮熟 裡面是有點乾燥的 因為我們放進植物碎底 那時候就剛剛好 這個步驟是因為我想 整塊肉拔出來 慢慢在這個位置… 如果你可以經常煮熟了 讓我煮熟了 поддерж 分件了 對, 分件 這樣, 膏刮出來 這個會做垃圾 現在這個步驟就是… 蒸棉可以 蒸棉 龍蝦蒸棉? 蒸棉 我在醫院聽過 好聽 為什麼加芝士在裡面做? 我每天會做的動作 你不是? 蒸棉有 蒸鼻、喉嚨, 蒸鼻、喉嚨 拿龍蝦, 蒸棉, 我知道 我蒸喉嚨是能養到聲音的 有聲音, 對 但我想問一下 我也想學習唱歌 但不知為何不能去到高音 你作為一個老師 怎麼可以突破自己 譬如人家說唱得好聽 叫海豚音, 不能去到那麼厲害 怎麼打通自己的音, 不能走音 先要正確一個想法 不一定是唱得最高音 就是好的唱得 中音 但如果你要練習 就真的不要強勁找一首歌 我要死唱 我想練習的音, 我們會唱技巧 彈琴的時候, 唱歌老師會… 就這樣練習 你可否測試我的高音多高? 是, 加四個… 你會唱歌 要是唱歌手音 完全不是那個Kid 對, 你再來一次 我再試試看 不是 三個不同的歌 真的很嚴重 這個… 還可以的…這位女生傑 你試試看 是 看醫生伸出你腿 好, 現在要加150克的蛋 或者三隻蛋 可以交給詠儀這裡 蛋蛋 你可以交給詠儀 可以打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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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只有六桌 真的打爛的 不是嗎? 很粗暴的 你來了, 打破蛋黃 可以… 很棒 你不需要圓石打爛的 不需要的 黑色指甲背也是 喜歡 昨晚有的 你們對 是的 對, 常常是 真的 給我們的表演 謝謝你, 可以抹了 謝謝 你先抹手 好, 三隻夠了? 三隻夠了 三隻夠了 剛才說他抹上來 我看電視也是這樣, 是嗎? 榮尼發蛋, 榮尼發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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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不用氣泡嗎? 不用氣泡 千萬不要氣泡 千萬不要氣泡 蒸蛋當然不要氣泡 就是不要氣泡 就是要捉住 有泡是什麼?是打到嗎? 這是川德文的 是我們觀眾的 對, 不要氣泡 好 我們會加少許的豉油 少許的味醃 蛋和湯的比例是多少? Christian 150克對350至400克 150克就是300克的湯 對 普通家裡蒸蛋的水和蛋的份量 是多少? 一比一嗎? 看你媽媽喜歡吃多厚, 多薄 正常, 小康之家? 一比二 一蛋? 一比三也可以 一份蛋就兩份水 對 為什麼有時候蒸到這盤很粗糙? 它會出一片裂紋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拍攝最害怕的一件事 過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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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最害怕過散 不只是過散, 這麼簡單 因為其實蒸雞蛋 如果過散, 過散了幾分鐘 跟過散, 沒什麼分別 為什麼會有裂, 又狠, 又… 一串就像… 因為火喉太大 對, 火喉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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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喉太大, 蒸氣不斷攻擊臉 臉就很過散 但是心味很熟 所以蒸水蛋的時候 要用中維的小火 慢慢讓它焗 很厲害 焗, 倒數, 倒數, 比例 火喉… 火喉 跟做歌手一樣 你最重要的是哪幾樣東西 那些很基本的 唱得好, 音障都不說 那些是基本的 我覺得現在做歌手 最重要的是… 要有一個明確的定位 有角色嗎? 對, 因為實在太多人 可以有不同的渠道 去做歌手 因為現在不一定要有公司 你自己都可以做到 所以怎樣可以在 雲雲歌手之中 別人記住你 其實我覺得不僅是牽涉唱歌 你穿衣服 你表演, 你的歌曲的曲風 你說話, 你的社群 去應運 其實整個組合要有一個很強烈的 個人特色, 大家才會記得你 所以你選了… 後來選了… 這幾年就選了暗黑風格 是你自己喜歡的 是自己選的 我自己選的 以前不是這樣, 你也是情歌 對, 是我 開心, 有些小青生, 有情歌 那時候是其中一個是自己 但是在深層次的自己 就是真的喜歡比較神秘的東西 我是一種成為會是什麼? 可能我會是一碗湯 不, 因為我很喜歡入湯 我覺得老火湯 越咬就越美味 我覺得我人生也是 我覺得隨著年紀越大 我覺得自己更加懂得去享受生活 去感受所有的東西 所以我希望自己是一碗老火湯 這個水蛋真的很好 Christian, 你的步驟是怎樣 剛才把龍蝦怎樣處理? 切一塊塊 是 然後怎樣也會有一顆粒 那些粒粒就切小一點 然後放進去中間 排在它, 排得很漂亮 然後用蛋蓋蓋著它 等到沒有人看到 太好了 好像一桌花一樣 但你用筋一筆開, 裡面就別有洞天 夠了? 那些蛋是有龍蝦汁的那麼少? 夠了, 剛剛好是吧? 是, 我們還有一個勒沙湯 要放在裡面 是 所以不能放得那麼滿 然後慢慢放著一碗 那是一個勒沙湯 然後放在電水下 然後放在廁所後 放在水上再冷氣 放在水上 對, 如果火裡大火 放在水上 放在水上 新加坡人很愛吃香茅, 金不換, 香草 香茅真的有喝酒, 泰國也是 整條放進去 但我個人不喜歡太多香茅 不, 不好意思, 你可以不要理我 不, 如果不喜歡太多的話 我們不混進去 其實香味是… 沒看過的 我可以的, 但香茅飲品 我不會經常喝太多 因為在洗手間嗅到這種味道 你會覺得很清新的 像酒店那些… 像在洗手間 不是, 酒店, 香複味道 做酒店的香複味道, 對… 那不要了, 泰國說要什麼? 調半, 還是兩條? 你選擇? 不要剁它 我們這樣弄散它, 整個放進去 到我們喝的時候就可以拿出來了 這樣就不會太極了 好… 好, 來, 抖一下它 我想抖一下它 抖一下它 你想拋它嗎? 我怕拋完之後已經沒有了 可以的, 我們再試一下 再幫忙撿翻 真的, 你…好, 來吧, 泳兒 好, 先熄一熄 可以嗎? 你先拋一下我先 拋一下 我先拋一下它 拋一下它,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有一個很重要的… 技巧… 是 就是全部的食材都移到前面 才是… 去後拋 如果你到這裡才拋 是, 這樣就拋到周圍 對, 全部都移到前面 集中在前面 好 你是不是有更多的? 有, 有很多更多的 更多的 再來, 永二 很害怕 到底是不歸於盡? 還是一了八了呢? 成功… 不用了, 不用了 對, 像這樣, 是嗎? 是 好… 試試 對了, 耳拋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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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拋 所以你們兩位這麼高, 是好事 因為你站高, 你可以在爐頭上拋 我們這些要離開爐頭 然後不斷拋… 這樣就會拋得快一點 除非桌子還要在爐頭上拋 我再高一點 對, 接著我會做 這個就是放我們的龍蝦頭 這些不要以為是剪的 對…是垃圾 不是垃圾, 不是, 這個是精華 不是 因為龍蝦, 我們一定要加茄膏 茄膏我不多用 但龍蝦湯一定會用 因為… 垃圾是加茄膏的 對, 不加茄膏的 所以這是興奮的垃圾 對, 想法 好, 新加坡, 冷靜, 沒問題 不算是垃圾 不算是垃圾, 興奮的 我們是朋友… 可以的 你們那邊是否也說聲句 對 厲害的 厲害的 每個人都… 很強勁的, 很強勁的 有哪幾句美音一定要這樣說 如果是新加坡人 句句也說, 例如… 垃圾, 香港是垃圾 而是新加坡, 垃圾 垃圾, 垃圾, 垃圾 垃圾後面是垃圾, 我想到一個名字 垃圾, 垃圾, 垃圾 垃圾, 垃圾, 垃圾 垃圾, 垃圾 很香 好, 現在我們趁這個機會 炒勒沙 垃圾的味道 這個一點辣 有現成買的一定要自己購買 有現成買的, 對 可以一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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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賣 本身是什麼沙啤醬加了辣油 還是垃圾的味道 其實很複雜的, 垃圾 對, 裡面有很多材料 又要拋嗎?這個也要拋嗎 不, 不拋, 要離遠一點 好, 離遠一點 它開始彈 它開始彈, 你聞到嗎? 聞到香 聞到那種… 這個很棒 很中美 很餓了 我覺得可以多一點 要不要加這個?垃圾醬 可以… 可以? 可以加上 很棒 對, 我的新加坡朋友說 一定要先炒, 炒了一點點 先香 才是最適合的 好, 我的湯已經在… 很漂亮 咖啡湯, 滴流咖啡的 櫃圾… 但我要站在這裡看 這是初餐廳 很扮演 對, 很扮演 喜歡的 超級扮演 超豪版的辣沙湯 好 我選擇了一個芝士 這是什麼芝士? 這是什麼芝士, 四十個月的芝士 這是全法國最流行的芝士 30月後, 看到嗎? 裡面有些… 白色點點 白色點點 那些是鹽的芝士 是 它開發後 這個很棒 就會很好吃, 很旨味 很棒, 要改名字 是 改名字 也有些想法 因為我覺得這道菜 上面是一個湯, 下面是一道燈彈 所以我覺得它有一種深藏不露 所以我會改它 深藏不露, 滑滑滑 蝦蝦 現在是新加坡 蝦蝦蝦 笑一下 你 是歌生, 別太长 好 這首歌, 是一首歌 所以又央來了 好吃 宝蝦 很好吃 很好吃 有否很想吃呢 這道蛋很鮮 這是什麼味道的雞蛋 雞蛋吸收了龍蝦汁 我喜歡湯 多點湯, 開心點吧? 對 整個渣子 淨湯, 是湯飯嗎? 湯飯 告訴我吧 好, 謝謝 你要嗎? 要一點, 清一點 要這樣 不要吃 這樣, 很濃 我知道你很有趣 你有一個很特別的習慣 你未必很喜歡吃, 但你好像很喜歡洗碗 為什麼你很喜歡洗碗? 當然了, 你上來當然要摸清你的底部 知道你喜歡洗碗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讓我選擇煮東西 因為煮東西時, 我要考慮 是 而且一定要煮得好 是 我也不想煮很難吃的東西給別人吃 但洗碗很簡單的 只要洗乾淨就行了 只要洗乾淨就行了 任務達成就行了 可能那二十多分鐘就不需要想其他東西 積極地做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其他東西都放下了 放下了 所以只要洗碗就行了 對 對, 大人才會明白 那些時候喜歡洗碗, 這麼累, 這麼髒 但大人就是喜歡做一些很簡單 不用思考的東西 對 你是喜歡喝酒嗎? 喜歡 你有沒有試過喝醉酒多醉? 有沒有試過做一些很失禮的東西? 有, 我有幾個四小時讀書的時候 我爸爸家裡是不讓我喝酒的 覺得這件事是不可行的 我當時的想法都是這樣 這件事真的很危險 喝完之後我一定會有意外 對,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對… 對… 對, 但接著進行後就開始才喝酒 一定要來慶功應酬 對… 公司那些 對… 如果喝完之後有一點微醉 是挺開心的 對, 很放鬆 對, 但有一個階段是太喜歡喝 不如追酒喝 黑著了一個就是… 對 然後就開始失去, 不是變成泳儀了 對… 是 變成誰呢? 泳池 變成泳池 喝倒酒 對… 變成泳池 對… 公司跟朋友喝酒 譬如同事或藝術那些 有沒有酒量做好 或者誰很快醉, 發生過很瘀傷的事 那次最快醉應該是珍樂彤 珍樂彤? 對… 它本身是自然泳池的 喝完一點點就… 就超級泳池 超級泳池 是怎樣的? 它平時也超級開心的 對 還有…Sherman 鍾書馬? 鍾書馬 對, 以前還有一個公司 它也很厲害, 喜歡喝茅台 對… 是 女漢子, 女漢子 我們兩個都是漢子 公司唯一…不是唯一 比較會和我一起喝酒的是Sherman 喝完之後又會變得… 它會很慢的… 會很慢的 是嗎? 它本身很快… 本身也很快 本身也很快, 本身也很慢的 再慢一點 對… 再慢一點 對… 樹懶這樣 喂… 你會睡覺的 就是這樣 喝了… 還不錯的 我喝了嗎? 挺好吃的 對… 真的這樣嗎? 對 如果這樣… 這樣會比較好 容易處理一點 如果喝了的話… 容易處理一點… 好, 永遠也要說說你的新歌 我知道你這次有個歌會推出 其實我這首是三部曲 和《同歸於盡加一鳥八鳥》 加上這首 三首歌都好像… 這兩首都很可憐 其實也不是真的可憐 它表面上是很可憐 但你拆開它就同歸於天不盡 一鳥成鳥八鳥 最後的歌就是無能 假格為力 即是當人家說你是無能力的時候 你就去轉發為一個力 無能… 無能… 假格為力 對… 剛才我也說過 例如我失聲那段期間 我覺得很多東西 感覺好像無能為力 但我就是一個問題解決者 就是要將這件事變成動力 去解決 希望是暗黑天候 好 然後會變成什麼天候呢 會是暗黑的極致 黑洞不可能變成… 黑洞天候即是嗎 黑洞天候很厲害 就是天候 所有音都蓋回來了 好, 我們這集多謝永兒 謝謝你 謝謝 剛才唱歌, 我覺得你很有型 真的嗎? 對, 但你在走音的時候 我也在走音 其實我也在唱 我低調走音 我真心沒想過自己會走得這麼厲害 我以為應該能唱 因為我經常看永兒的社交平台 有時候跟她唱歌 她經常發表教唱歌的影片 我練過了 算了, 但我還是沒跟別人說 我專心做書而算了 我也是專心做事 太好了